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会继续跟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医生 Hello大安娜 你好 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骨折的自然疗法 可能有些人都会很不幸地有骨折的经验 通常骨折都可能会发生在一些交通意外 比如可能做运动 滑雪 都可能会骨折的 最经常听到的 老人家他们跌一跌就会骨折的 很多时候骨折了之后 他们就会打石膏 可能一头半个月都不会好 那袁医生在自然疗法方面骨折应该怎样处理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复原快点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认识骨折 也都肯定也都认识得有些人 是可能去好像滑雪 或者是打那些冲状式的足球 然后回到来就打着个大石膏上班 那些人就帮他在上面签名 那些人有些小小小也是 不小心一跌 可能在运动场一跌 手落地 然后手就断骨了 所以骨折是一个都挺常见的问题 有些老人家很多时候 因为骨折松疏的问题 有时一不小心跌一跌地 那个宽关节就断了 然后就流软 很多时候老人家就因为这个这样的意外 因为断了宽关节 从此健康就一振不起 是很多的 甚至乎 因为流软期间 接着就感染了其他的问题 比如肺炎 然后过身 所以骨折这件事 虽然是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才会懂得 很简单 就是打石膏 很多人只是懂得这样打石膏 那打石膏是 足不足够呢 其实有很多事情更加要可以做 好了 先解释 一般人 如果你是遇到骨折 很肯定 有样东西是什么会一定出现的 好痛 是的 一定会痛到够惯的 这样就会肿 是不是瘀了 是不是不能动 也可以 还有一样东西 有时候 有些人很有趣的 如果他遇到骨折那种 撞击 他会痛到有星星 好像眼中有些星星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显示 你可能是有骨折 这个问题 除了一般的 碰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有不同的骨折 骨折 有些骨折 就是部分的骨折 没有断了 断了少少 有些全部都断了 分了两个 也有些 叫做 简单的骨折 骨折 没有穿过皮 有些是穿皮的 我们叫open 或者叫compound 这个就是 插穿的皮 也有些是粉碎式 它不是一个地方 是有几个地方 是有几个地方 转了几折 这个我们叫做粉碎式 也有一种 尤其是小孩出现的 那些叫做 青枝骨折 Green Steak 那些骨折 如果看到 骨头 一部分 跌开了 另一部分 只是弯了 没有裂裂 尤其是 年轻的 小孩 弯了 但是没有断了 这些通常 前臂的骨折 容易出现 那种是螺旋式 那种 折痕是一种螺旋痕的 也有些是横折 全部折过的 对角式折过的 也有些骨折 就是 插了去其他的部位 有些是插了去骨 绅骨折最常见 通常是手 手腕 我们叫做coles fracture 通常是手 不小心扑到地下 两个手去扶一扶 接着就断了 通常是我们前臂 前臂的前部方面 小骨 那方面 骨头 通常是断向后 向后方 移走 这个是一个手腕 经常见到coles fracture 也有些骨折 在 脚那里 就是下肢的脚 通常是在肥骨那里 就是肥骨 严重一点 会影响 劲骨的脚 这个我们叫做 英文叫做coles fracture 当然有些骨 就是 没有什么移动 即是没有什么变形 即是差不多是原位 只不过 你小心x光 你可以看到有条痕 是 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这种骨折是早期x光 可能看不到 因为它刚刚发生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你再去照 你就见到一条白痕 为什么呢 当它丐化的时候 你就容易看到 如果你就这样小小 即它没有什么移位 没有什么黑影 你就看不到 哎呀 没事 但最后再照 发现真是有 有一种骨折 我们叫做stress fracture 即是一种长期的压力 比如有些人行军 粗冰 行军 慢慢地 就会突然之间 因为粗到脚 那个脚骨 或者脚本身 脚掌骨那里 是有裂痕 这种就是stress 有些人长期行山 或者粗冰 当然也有很多 虽然下肢的肥骨 即下腿那里有两条骨 一个中间比较厚 有些我们叫做 那个tibia 筋骨 那旁边的肥骨 这个通常是行军会出现的 也有些骨折 因为它本身有问题 比如骨质松疏 或者骨里面有癌 或者骨炎 或者软骨病 这些也是我们叫做病理性的骨折 所以骨折都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一般来说 那些人遇到骨折 通常呢 通常是怎么样呢 就是 立刻不要动它 是 immobilize 它 这样 那通常你会看到 会用一些板 将它包扎着 起码骨 暂时不要让它动 那有时你未必找到一些硬的板 或者 棍子 之类 就算有时就拿一些 那些杂纸 卷起它 那 总之卷起它 再用毛巾包着 其实都比没有好 好了 在一般的传统的治疗 通常都是 包扎它先 就吃一些烧原药 止痛药 这样的 打石膏 这样就等它慢慢 可能几个礼拜 但是呢 现在发现 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那个 关节 是打了石膏 是很多时候呢 是令到你的 那个关节本身 是不动不了的 那结果呢 就令到你那个 在长时间 不动动的时候呢 你那个骨 就算好了 你的关节都坏了 那结果呢 它就需要一段 很长的时间呢 是做物理治疗之业之类呢 是职业治疗呢 是将它呢 是移动回 就是 整好那个关节的 那所以现在的 最新的做法呢 就是尽量呢 是 提早给你 动它 那也都有些的 有些治疗的地方呢 就会 将你那个手呢 是挂在一个 活动的 机器里面呢 让你呢 慢慢地 帮你动动的 就是说呢 你可能 你的前臂断了 那么它就前臂呢 就那个 打了石膏 但是以前那些人呢 就会打打打打到上面的 打到手肘 那样的 那变成了手肘 都不能动的 那现在最新的感觉呢 就是 尽量都不要这样做 就是尽量呢 是被他 手肘都要动的 那现在 最近的 研究呢 你会发现呢 如果能够将病人的那个那个 患住呢 是继续有机会 让他动下 动下 挂在一个机里 那即是 即是 机在那里 动的 那等你是被动式呢 是活动你的 关节呢 那发现呢 他的关节呢 就是没有 因为 没有 不动得 一段长的时间呢 绑扎一段时间呢 退化 都很厉害的 那因为呢 那种退化呢 可能呢 復原的时间呢 是更长 你本身关节的那个骨的復原的 那好了 那一般人呢 都只是懂得 就是有事 那就打了石膏了 是不是 那希望他就 尽快復原 那但我自己的经验呢 我试过有一次有个鄰居客 一个外籍人士 那他就喜欢 喜欢买电单车的 那有一次呢 电单车那里呢 就被一辆的士呢 就撞到他的脚 那结果呢 他就断了几个地方 那就进了医院 在马里医院 臥床 那就是 打了 就是里面 做了手术 锁了螺丝 支架 整好了 但是呢 他在里面医院里面呢 是很多个月都 都出不了医院的 那原来呢 你要看到呢 很多时候呢 你那个 断了骨之后呢 他未必是 服养得很快 或者 顺利的 他可能呢 经常发生感染 接下来是 帮美食抗生素 那些骨 眼睛 都是不复合的 所以呢 在我们的 自然医疗的 立场里面呢 就是 我们都 脱了 你要 就是 要 固定它 固定它 让它不会 移动得那么多 大问题 都不要完全 不移动 因为完全 不移动 结果发现 你的康复 可能更加会 慢的 那我在脊衣的医学院里 我有一位 那个是解剖学的教授 他本身是多伦多大学的 以前的 那个解剖学的主任来的 他退休之后呢 就来到我们的 加拿大的脊衣学院 就 继续教 那个解剖的 他就分享过一个经验 这个是个人 英国人 我想他从来都没什么行医 他可能 得到之后 就研究 做教授 做解剖学 他有次年轻的时候 就很喜欢行山 有次行山的过程里面 就出现了 我们叫做stress fracture 因为 是劳损得太厉害 令到他的脚 脚板 那些骨 是裂了 他早期就是 都是这样 用石膏 包着他的脚 发现他 他发现 迟迟都不好 结果他就把火 他就直接 拔掉了 切了石膏 照样慢慢地走 他发现 康埔都更加快 所以 这件事 真的要 大家都要 都 挺费心思 到底是 动它好 还是不动它好 我觉得 当然 如果你的骨 骨 未曾 即是骨 未曾 复合 那当然 不要动它 如果你不断地 动它 就复合不了 即它可能 变到另外一个关节 你的骨 是很难复合的 但是 如果发现 复合到 差不多 其实 都要 给它一些 压力 即是让骨 生得 快一点 厚一点 所以 都要视乎 当时的 那个情况 来处理它 在饮食方面 要注意什么 当然 我们经常都很强调 自于 这个类 很强调的食物 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钙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要多吃高钙的食物 包括什么呢 包括海产的蔬菜 热绿素的蔬菜 除了菠菜 黄豆 果实 黑椒糖 黑椒糖 中国人 就不太适用 我小时候 是吃麦芽糖 大家都知道 有一种 叫做黑椒糖 其实它在製造 那个 蔗糖的过程里面 它就不断 在那些蔗汁 炸 不断来到 挥发挥发挥发 挥发到 最后剩下的 那些 很厚很稠的 糖漿 就叫做黑椒糖 有时候 有点凶凶的味道 主要是 很深黑 深啡色 近乎黑色 其实那些是什么呢 那些是剩下的 矿物件 包括 钙是很丰富的 通常 我们建议 如果有些 吃素食的人 他就想補钙 又不想有牛奶 当然牛奶 也不是一个 好的钙的来源 原因就是 牛奶里面的 鱗是很强的 就是蛋白質 很强 鱗是酸的 酸的身体 就身体就要 拿些钙 来到中和酸的 结果 钙是更流失的 更加多 所以解释 在很多 饮牛奶 地方的人 骨湿松症问题 反而是更普及 好了 除了这方面 黑椒糖 土鳗 三文鱼 蠔 沙净鱼 两蝦 砂甸鱼 很小 belli 塞nego 西蘭花 最爽脆的 蛋白質 代表本sembly 包製了 Whereas 多些 没有健康的 乳酪 有帮助 小 tooling 可能是 菠蘭 Green 幕 还有鱼衣,Cally,Cally是鱼衣甘蓝,山菜,Romain lettuce,其他那些都是有维他命K 因为维他命K是会帮助我们骨的预合成长的 所以这里的植物是丰富在维他命K方面的 其他包括发酵过的黄豆产品,例如豆腐,面糞都对骨有帮助 其他必须要的脂肪酸,例如蜂蜜,蝦桃,杏仁,阿麻糬和鱼 都是对骨的营养很有帮助 现在休息一会,待会回来继续愿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你现在听的是www.sourceradio.com 圆网台 我是长焦低炒的阿姆 欢迎回来愿网台的自然疗发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骨折的自然疗发 刚才医生你提到有什么食物 吃了可以帮助骨折 快些预合 那有没有什么食物是要避免的 通常在这种情况 其实可以这么说 一般的情况 都是要割多糖分 割多精炼的谷类 尤其是汽水 因为汽水的轮是很高的 这个会令到我们骨质流失 还有高炎的食物 都会令到我们骨质流失 所以因此不要吃很多精炼的食物 因为泡制精多数都是盐 这个是很重的糖分很重的 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不要加盐 在食物里面 其他要酒精方面 咖啡因方面的食物 都是会导致我们骨质流失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积金记 可以这么说 其实一般来说 这些食物都是小食为妙 因为这些食物多 很可能令到你的骨质 是没有那么坚强 没有那么坚硬 尤其小朋友 很多吃完这些不健康的食物 就很容易遇到这些 不小心跌倒 都会断骨 这些都是我们一般的 要对骨方面的 加强骨 都是一般来说 不要吃这么多这类的食物 那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处方可以处理骨折? 那在这个情况 我们当然会懂得用钙 钙 通常有些钙 就是容易吸收一些 有些钙就没有那么容易吸收一些 所以能够遇到 我用一些钙 譬如 就是CALCUM Citrate CALCUM Malate CALCUM Chilate 或者Hydroxy Apathe 这些钙 就不是炭酸钙 不是CALCUM Carbonate 砂石 这种钙 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所以要找一些比较容易吸收的组合的钙 尾和钙都是很重要的 尾是帮助钙的生存代謝和骨的复合 所以尾和钙一样是很重要的 通常尾用多少呢? 大家知道很多的尾身体是比较吸收的 有时会吸收得不多 或者会出现肚射 通常你就用了 用到有点轻射你就减了 通常我们钙和尾有种建议就是二对一 两份钙一份二 比如你用500mg的钙 用250mg的尾 这就是维他命D 维他命D是要长用一个月的 例如800mg的IU 国际单位 这个维他命D 亦都是改善我们肠吸收的钙 和也会减低我们的钙 在我们的尿液流失 当然最简单的维他命D是哪里? 是太阳 是的,曬太阳 香港始终是一个压大的地方 其实太阳是很多的 看到阳光的时间很多 所以大家在这种情况下 不妨积极点去曬太阳 还有一个就是维他命D 维他命D 维他命D 我通常就要在有问题的一段时间 用5mg一日 用成一个月 然后可以减100-500mg 来继续用一段时间 为什么用维他命D 维他命D 维他命D 是帮助我们身体制造一种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 叫做Oceocalcine 这种蛋白质 会吸引我们的钙 进入我们骨 骨的组织 所以维他命D 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 维他命D 的不足 会导致为骨质松疏 和骨折 当然 如果你在吃薄血药的人 维他命D 就要小心了 因为维他命D 也有薄血的成分 除此之外 吃多种的营养素 维他命D 矿物盐 多方面 还有必需要的脂肪酸 比如最简单 鱼油 鱼建草油 这些都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在维他命D 方面 有个研究 其实这方面应该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 在美国的营养 临床营养杂志 他发现 就 我们那个钙的 进食量低 维他命D 的吸收进食量低 是会增加 我们那个 宽关节 老人家宽关节 那个 断的 会比较多 这个研究 是根据52,000位 女士 做出来的研究 还有 其他的研究 发现 如果你是用维他命D 可以补充去加强骨的浓度 很多人 就会去做一些检查 有没有骨汁松疏检查 有些以前用那个 脚筋 那里 也有些人 就用那个手指 那里 就是来检查一下 看那个 有没有骨汁松疏 这个问题 那 接着呢 他就会通常建议 用钙 那记住呢 其实呢 钙是不足够的 不要只是用钙 尾很重要 维他命D 很重要 维他命K 很重要 那个必需要的脂肪酸 啊 鱼油啊 鱼建草油啊 这类的 全部都很重要的 那所以呢 補充呢 就不是这一方面的 嗯 那 除了我们上次 就是这几样东西 那其他的 营养素 比如 鳌呢 波罗呢 是帮我们呢 是 所以 泡呢 波罗也是osa 那 一样呢 维他命C 那维他命C呢 帮我们制造一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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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元 chewin 那你知道啦 骨呢 只可以呢 是会令到骨是更加脆的 更加容易断 所以一定要有些骨胶原 Collagen这一类的东西 维他命C是会这方面帮我们制造的 还有植、silicon silicon也是帮助我们钙化制造骨胶原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 植棗肚、Tamaceous earth 我尽量用一些是天然存在的矿物盐 植棗肚是很丰富的不同的矿物盐 其中就是silicon 还有生、星 为什么呢? 星是帮助我们推动一种酵素的作用 因为这种酵素是帮助你制造骨骼的酵素 所以星也加上Copper酮 星和Copper通常是大家有互动的作用 通常我们都习惯用那个星都用了铜 还有酵素、Manganese 亦都帮助我们钙的增进 最简单呢 我就用一种一个二绿素的产品 我们公司用了几十年了 就是一个很老牌子的Bali Green Bali Green 里面也有很多螺旋组 Spiruline 这方面的简化我们的身体 还有矿物盐很丰富的 这个是一种食物的形式 还有就是黄豆 黄豆、黄豆粉 亦都可以保护我们那个钙的流失 最后呢就是C Strong Team 亦都一种微元素的矿物盐 亦都可以加强我们那个骨的浓度 那通常呢就会和我们的钙就走在一起 一起用的 那其实有个产品呢 我们公司用了很久了 叫做Bung Up Bung Up Bung Up 就有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基本的工具了 那始终呢 就是很多的身体所需要的东西呢 是要整体去配合的 就是不要只是单方面去用的 那在同类疗法方面应该都有帮助的 袁医生可不可以介绍一下疗势呢 始终呢 一个意外创伤呢 即时是痛得很辛苦的 还有呢 在这种意外发现呢 通常呢 身体是一种 一种什么 一种惊吓的 一种驱吓的 是不是 你跌身都好 你都是下一下都很厉害的 那么惊吓呢 我有一个很简要 即时的疗势 是叫什么疗势 大家有没有听过 烏头了 OK 就是我通常呢 先处理呢 就惊吓那个 那个 那个问题先的 那通常呢 我们第一件事呢 就先吃一剂 烏头 那所以这些疗势呢 家里应该就 常备在 我们健康店呢 有很多这些疗势的 那同类疗法的疗势的好处呢 它是不会过期的 是 虽然呢 有些时候呢 它就政府的规定呢 要你 就是要写一个过期的时间啦 那但同类疗法呢 是不会过期的 因为它是一种能量的而已 那就是等于糖会不会过期呢 鹽也不会过期的 是吧 好了 那我们通常呢 就第一件事 就用烏头啦 先处理了个创伤啦 那个引发的那种 那种 那种 冲击啦 那种 那立刻 定了先啦 跟着呢 就用哪个疗势呢 就是那个 生甘车啦 阿尼卡啦 那那种烏头啊 阿尼卡这些疗势呢 即是每个家庭呢 都应该是确定在的 那通常呢 就30c都够 那但阿尼卡有时候呢 用些高分能都可以的 那每天呢 就吃四次啦 是不是 起码吃它两天左右啦 好啦 那 那 通常呢 就跟着下来呢 用了阿尼卡两天之后啦 我就开始呢 就用另外一个疗势呢 就是那个 白蛇根 Rionia 大家知道白蛇根 那个主要的症状是怎样呢 是不敢动 动到痛的 这样 那很明显呢 断骨的人呢 通常都是动到痛的 是不是 那就是很符合呢 那个白蛇根 Rionia 那个症状的 那通常呢 这种痛呢 都令到个人特别闻疹啦 那通常呢 我就会用了那个 那个 Rionia 那除了Rionia呢 有一个疗势呢 我们叫做Symvitum 是折骨草 就是顾名思义啦 折骨草 骨头断的时候呢 就用Symvitum 那这个呢 这四个呢 可以这样 是基本的 就是如果你有问题呢 第一件事 乌头 跟着就是 生甘车 Rionia 跟着呢 就用Fionia 或者呢 可以跟那个 折骨素Symvitum 交替用 OK 那就是视乎那个感觉啦 譬如你有 第一次 发生那个 那个事故 转骨 个人很惊吓啦 个人好像 即是心都未 即是 魂拍都未定啦 一势 或者两势 那个乌头 就立刻个人就定了 是很神奇的 好了 跟着就很冤痛啦 那那种痛呢 就冤冤雨雨雨 不想斗又肿 那就是吃Rionica 吃它两三天呢 那种冤痛就OK了喔 跟着下来呢 骨的那个断骨的地方呢 就是 不是很想动它 动到很尖弱的痛呢 那这个什么呢 这个就是白蛇根啦 对不对 好了 你可能用了之后呢 那种 那种痛呢 动动引发的痛呢 可能都平复了很多喔 跟着还有什么可以用呢 就是用那个 SENVITOM啦 那这些基本的工具来的 好了 那还有些其他呢 譬如你发现过人呢 可能呢 就是那个预合得比较慢的 或者有 骨汁松疏的 或者他基本上 骨本身都痛 或者肌肉抽筋 或者肿脏 那个关节肿脏呢 那我们会用一个 钙 那个 烤酸钙 就是那个 那个 炭酸钙 那这个呢 通常你适用一些人呢 是比较 怕冻啦 比较 肥胖啦 就是身体的肌肉 都是 就是泡泡的啦 尤其好怕濕冻那些环境 容易累啦 还有呢 不一般喜欢 就是不是很受得大的 长的压力啦 那这些人呢 也都很喜欢吃田野啦 牛奶啦 尤其是鸡蛋 就是有时你见到这一类型的人呢 都可以呢 可以当它一种叫做体质的疗剂 那可以帮助他们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那个 轮化钙 Calcium Phosphate 那这个是一个 基本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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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可以用在一个纤维盐啦 那如果有时你遇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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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的部位呢 是神经尾端的 譬如那个手指 啊 手指那里 这样打打打打 都打到裂了 那样 当然好痛啦 十指痛归心 它都那么痛啦 又好尖就会痛啦 那或者是那个 很多时候呢 就躺住屁股啦 躺住屁股啦 躺住屁股啦 那这种情况呢 我就用那个什么呢 就是hypericum 嗯 嗯 那hypericum呢 是够一些 就是 尾龙骨啦 或者指甲 就是神经尾端 那种骨折的 那种的 那种一种呢 就是 就是 疗劑呢 就是轮咯 是不是 那轮型的人呢 就非常呢 比较高高瘦瘦啦 喜欢吃冰饮啦 这些这样的人 通常轮型的人呢 都是很活躍呀 社交能力很强的 就是 很 就是很活活呀 很精灵那些 那样的 很活活 很开心的 那这种是高高瘦瘦这种轮型的人啦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 植啦 植呢 当我曾经说 植是一个 一种抗物盐啦 但是一个 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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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植的人呢 都是骨的浓度比较弱啦 比较 倾向于好瘦的人啦 那这些通常的人呢 是比较上 就是 紧张啦 容易容易累啦 就是没有什么耐力的 就是那个 就是不是很熬得的 很容易就累的 那么冷啦 那么呢 是很多时候呢 就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就是受到感染之后呢 就是有些发烟啊 发浓啊 那这些东西都会出现的 这一次时间差不多 正跟回来继续 愿网台的 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 和大家分享骨折的自然疗法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 欢迎回来继续网台的 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骨折的自然医疗 刚才袁医生 你提到 那么多又简单又有用的 同类疗剂啦 那么大家应该都 长期放点在家 因为它不会过期的 那么另外 袁医生呀 是不是那个苏联太空科技 小宁晶都有帮助的 没错啦 那么这个太空小宁晶 是一个全苏联 一个太空科技 那么它主要是一个 电池操作的 一个电子治疗器 那么其实它最主要 它是能够推动我们身体的治愈的能力的 最主要就是我们调理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 里面有加紧神经 护加紧神经 那么通常呢 如果你是任何的受伤 那种状态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小宁晶呢 是直接在那个环柱的 是 但是你说有时候不是哦 我已经包了石膏哦 那么接触不到 那怎么算好呢 那么比如呢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用小宁晶呢 是那个 是这个脊椎啦 还有呢 是另外一边就是没有包扎过拳 譬如你是右手断了骨啦 受伤的地方啦 因为那个石膏包住了啦 是小宁晶直接用不到在这里啦 那你是在左手得的 是相似的位置 身体的神经系统很有趣的 尤其是经过我们脊椎的中间呢 它两边都会有影响的 那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由那个脊椎去做啦 也是一个就是没有包扎的 暴露的地方去做 当然啦 如果你的那个环柱呢 是不需要打石膏的 或者石膏都包不了的 那你就直接就有个小宁晶呢 就是那个骨折的地方去做啦 这个会很快加速那个 那个 康复的 那么除了小宁晶之外啦 当然那个 做体质水疗啦 那通常体质水疗呢 都是用冻耳毛巾啦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那个 换住油 就是好像包扎住了的 是用不了的话呢 那你唯有怎样呢 那你就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边啦 OK 就是另外一边呢 去做这个 就是冻 就是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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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的交替 那通常热毛巾两分钟 冻毛巾 大概是 就是 也都是两分钟 那来到 来到 交接 这样做的三次 这样 每天做两轮 这个是一种反射的治疗 啊 就是推动你的血的循环呢 去到另外一边的 那还有其他的 比如一般性的 啊 按摩啊 磁力治疗啊 啊 那个反射区治疗啊 或者脚底反射区治疗之类啦 那还有呢 就是香薰油啦 那我可以用一些 啊 黑胡椒啦 black pepper啦 是 还有 rosemary啦 那个迷迭香啦 那这些有一种软的作用呢 是令到我们的 环柱呢 是会 就是会舒服很多的 那当然啦 这个要是接触到的地方呢 就可以用这个 的 香薰油啦 那 来到处理它啦 那 啊 记住啦 那到我的康复到那么上下呢 我们要刺激我们的骨那个 那个成长得快点呢 那我们要开始做一些所谓带重量的运动啦 就是简单点的举重的运动呢 那当然你的骨一定要康复了之后 就是两个月之后啦 那骨折没有了事啦 那就用一些就是有一种举重的带重的运动 那重量呢 会使用我们骨呢 是更加就是 就是生得快点的 那当然啦 就是烟啊 二手烟这些东西呢 就千万不要斗啦 嗯 因为你的烟是会令到我们骨是脆弱的 那就是呢 那简单点的 骨折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我们是可以 积极是做很多事的 嗯 如果不是呢 你康复呢 可能会慢了啦 可能康复得没那么好啦 那如果你用这些的工具去 即及时呢 好地用呢 你康复得很完整的 那可能你的 幻处呢 会更加就是 平滑啦 还有呢 是 通常呢 是骨折的地方呢 是再生来的骨呢 是会令到骨折的本位置呢 是比以前更加坚硬的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在治疗医疗呢 是处理骨折这个问题的 明白了 多谢袁医生今天 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回诊 可以打回刚才那个电话 25773798 或者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ro.com 或者去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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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类疗法疗剂 什么来的 有什么用的 同类疗法疗剂 已经有250年历史了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医疗系统 英国皇室都还在用着 所以又有人叫他做皇室医疗 哇 听说好像很厉害 在哪里可以买的 在铜锣湾的陆创意健康店就有了 陆创意健康店有超过 千种同类疗剂可以给你选配 他们有超过25年的同类疗剂相关经验 可以说是全港品中最齐 服务最周到的同类疗剂销售店 除了逐只逐只配 他们还有疗剂套装 例如是家庭套装 就适合放在家庭门口 又有旅行套装 小小盒方便带着周围走 那那间陆创意健康店 在同类湾哪里的 陆创意健康店的电话是 288-248-48 网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